杨无敌以伊迪埃对战蛇毛斗罗和刺屯斗罗 破魂枪 他将全身气势全部凝聚在这一枪之上 直奔蛇毛斗罗身上刺去 雪清河带来的这两名封号斗罗主 刺屯斗罗正是专克独孤国的存在 再加上另外一名封号斗罗和大量中级文士 会对付不了唐三和独孤国两个人吗 可雪清河千算万算算漏了一名 那就是破之一族杨无敌的存在 再怎么说杨无敌也是一名魂斗罗级别的强者 再加上他将所有的魂魂属性都附加在了攻击之上 哪怕面对这位封号斗罗 在纯攻击方向他也不会落地下风 闷哼舌中蛇毛斗罗倒飞而去 手中的蛇毛在剧烈的颤抖中差点没脱了手 一个小小的魂斗罗 是啊 他竟然在杨无敌那一枪之下 受了不清的创伤 杨无敌的动作并没有停止 一枪震退蛇毛斗罗之后 他的身体原地一转 右脚重重踏在地面上 破魂枪一斗已经转向刺屯斗罗 此时独孤国正和那刺屯斗罗对峙谁也没轻� 刺屯斗罗 在封号斗罗级别的对方中 他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 摇身一晃已经释放出了自己的五魂真身 身上的第七魂魂闪亮 比铃蛇黄 真身 核心